你曾经在旅途中经历过什么离奇的故事吗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关于旅途的故事 言之道 两年前小帅和女友开车去钓鱼 实际上两人刚开始交往没多久 但因为都喜欢钓鱼 所以两人很聊得来 钓完鱼回家的时候啊 大概是下午三四点 途经一个弯道的时候 小帅看到前方路边的电话亭里 站着个白衣女人 刚开始呢 他以为女人身体不舒服在那里休息 可是当他们的车经过电话亭的时候 女人却不见了 嘿起了怪了 一眨眼的功夫人能跑哪儿去 小帅感到十分诧异 就在他惊奇的时候 车突然打了个滑 女友竟然在开车的时候打起了瞌睡 更过分的是 他居然停下车 说自己太困了直接睡了过去 小帅忍不住抱怨 为什么偏偏停在了这种地方 而自己还没有驾照 所以不能带下 就在这时女友突然惊醒了 还问那个女人呢 小帅一头雾水 女友念叨着 原来是梦啊 又睡了过去 等了许久 女友也没有醒来的意思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晚 这么干等着也不是办法呀 小帅便打算打电话 让好友过来接他们 然而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这该怎么办 这时小帅想起身后那个电话亭 虽然有点瘆人 但也别无他法 小帅鼓起勇气靠进了电话亭 一鼓作气拿起电话开始投币 然而一把硬币都投光了 电话也毫无反应 小帅只好选择放弃 这时他发现 路边唯一的一栋房子里 闪过一个人影 好像是他之前在电话亭 看到的那个白衣女 看来人家只是回了屋而已啊 小帅硬着头皮去到屋外 想求助屋主 借电话给自己用用 但在屋外喊了好几声 也没人答应 小帅试着推了下门 发现门竟然没锁 于是好奇的走进屋内 屋里一片狼藉 不像是有人住的样子 就在小帅疑惑的时候 里面传来一声碰撞 小帅以为是屋主 试着再次询问对方 可不可以借电话一用 但这次没有了回应 小帅大着胆子往里面走 听到碰撞声从楼上传下 礼貌的小帅继续问对方 可不可以借电话一用 这时楼上走下来一个女人 小帅心里一喜 然而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这件女人剧场无比没有脑袋 小帅惊得立马转身跑出屋外 奋力跑到车上叫醒女友 而女友却似乎深陷梦魇之中 嘴里还叫喊着 让那个女人别过来 眼看着白衣女就要追了出来 小帅情急之下打醒了女友 清醒的女友责怪小帅 为什么打自己 小帅只好着急的跟他解释 让他赶紧开车离开 但女友似乎什么都不记得 也不记得梦中出现了什么女人 小帅发现白衣女并没有追出来 难道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 女友说也许是他睡傻了 然而就在女友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 两人尖叫着一溜烟开车逃离的那里 回到家一看 车身上全是大大小小的掌印 这证明这一切都不是二人的幻觉 第二个故事背后的女人 主角是一对儿兄妹 一大早吃饭的时候 哥哥对妹妹说 昨晚又有人到她的房间 而且还压在她的被子上 难受死了 妹妹说就知道那东西是哥哥带回来的 哥哥可把她害惨了 原来哥哥天生招惹不干净的东西 但她自己是看不见的 而妹妹则和她相反 每次哥哥带回来不干净的东西 遭罪的都是她 哥哥表示自己又不是故意的 她能有什么办法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起来 每当这时母亲都会一脸懵逼 比起哥哥 她更担心妹妹 毕竟哥哥看不见不会受到惊吓 这天哥哥放学回家 妹妹两眼一直盯着她 母亲知道一定是哥哥 又带回来什么东西 但她无论怎么问妹妹都不说 之后妹妹去叫哥哥吃饭 刚走到门口 就因为害怕打了退堂鼓 就在她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哥哥出来叫住了她 妹妹 你看我今天又带了什么回来 只见哥哥肩上 趴着一个湿淋淋的女孩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必须选择一个 你会选择哥哥的体质 还是妹妹的体质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再没法 hear 咱们下期见